你敢相信吗 在泰国曼谷 199泰铢的自助火锅 竟然是这么的丰盛 而且地理条件非常的优越 就在魅南河旁边 看着夕阳吃着火锅 是不是很爽呢 董董大家就来尝试一下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在泰国曼谷教室的董董老师 来泰国旅游 你喜欢吃泰国的什么美食呢 有些小伙伴喜欢吃东荫公汤啊 宋丹啊什么什么的啊 那今天董董呢 大家来打卡一下 这边的一个自助火锅 那我现在的位置呢 是在泰国曼谷的这个 马哈拉码头夜市啊 这个夜市呢 非常一个文艺小清新的夜市 很多游客可能还不知道 大家知道可能这是那个摩天轮夜市啊 那这个夜市也是在魅南河两边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河 风吹过来特别的舒服 那现在是下午的五点半了啊 夕阳夕下 看着夕阳吃着美食 自助火锅 199泰铢吃到饱 就是差不多40块 在泰国曼谷 能吃到什么样的火锅美食呢 那这家店呢 人气真的是爆棚啊 今天董董呢 就大家来尝尝看吧 如果你喜欢这些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加收藏哦 那这个自助火锅呢 就在这个马哈瑞码头夜市啊 非常的漂亮的一个地方 真的就是199泰铢啊 还不错 大家以后来啊 可以来吃吃看 就在这个河边 大家在这边吃得不亦乐乎啊 然后这个锅呢 都是泰国非常特色的一个锅啦 看到外面的风景 大家以后早点来就可以挑照 靠这个河边的桌子啊 拍张照片 看着夕阳啊 是不是很惬意呢 人生不过如此吧 然后呢 他家这个自助呢 要自己去拿 就在这边啊 一个小小房间里面 大家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啊 就拿什么 那个盆子在哪里 就是在这边拿的是嘛 一些菜啊什么的 白菜 看起来还都是比较新鲜的一些食材哦 那洋葱啊 然后一些空心菜 如果说你来泰国啊 去吃什么泰国菜啊什么 空心菜特别有名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这边也有很多的一些肉类什么的 肉类的话就要用这个粉红色的庞子啊 哇 他这个肉啊 都是 他这个肉不知道是那个什么肉 我也不知道 各种各种各样的 哎 这个很推荐 来泰国的这种 鳗鱼吧 真的就使劲吃 很好吃 有很多 还有这个 谢谢 哎 有虾 这里有虾 还有最后的几只活虾 然后他这边还有一些自助的饮料啊什么的 都还OK啊 现在天气非常的晴朗 所以说还是很舒服的 因为这个地方如果说下雨了就不太好了 而且他这家店的话就是四点钟开到九点钟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啊 就是下午的四点钟来 现在是五点钟嘛 所以说大家以后如果来的话就早点过来 他不可以打电话预定 他都是现场过来 大家以后来到这里之后就可以先叫号 然后呢可以去逛一下 到几号的时候就过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开吃吧 我们的这家怎么到身上 我们的这里 我们的心里 我们的心里 Christie 是 我们的心里 是 我们在一起 你敢相信吗 这些全都是自助里面包括的 我刚刚拿了一旁的虾 然后我发现他们吃这个虾真的很特别 就是这样挂在这里 这样挂了一圈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到每一桌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些虾就应该有点烤 然后有点烫 这些没有熟 刚掉下去了一步 我不知道熟了没有 这个已经工程圆满了 已经是 试一下 这虾味道还不错 然后他们泰国人很喜欢吃这个芝士 烤这个的时候就会放点芝士下去 就特别的香 因为这个是肉 然后我们把芝士一起烤 它这个有点有点像泰国的特色烧烤吧 这里面呢就是可以煮一些青菜啊 我们拿的一些蔬菜什么的 然后下面呢就烤一些肉什么的 大家不要搞错了哦 如果说你觉得烤胡萝卜也好吃的话 你就可以试一下哦 然后一杯冰可热 还是很舒服的 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女生嘛 你肯定能吃饱 因为是自助的 然后它这个就是限时两个小时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数胀数绝 里面人很多 就拿你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我觉得一定要吃这个虾 这个虾营养丰盛 在泰国这个虾又大又好吃 那还有这个 这个叫什么鱼啊 我也不知道 反正这个鱼也很好吃 我有的时候做水煮肉片也很棒 还有一些薯条啊什么的 都可以尝试一下 好了 你觉得这么199泰铢吃这样的一顿自助火锅 你觉得怎么样呢 再次来泰国 记得来打卡一下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